看到没 捞网 是吧 就在我家边上啊 曾经这个可是上海非常有名的 火锅都是要排队的 捞网 看到没 顶上 这个店面的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楼上一层也是他们家的 整个这一众楼 但是现在呢 曾经的风光也不在了 捞网 看到没 这就是 真实的上海 难怪今年的GDP是下降2.6% 本来我一开始以为这边是老生参观门 因为我记得这里变化挺大 然后回家之后给老婆看 老婆纠正意思是 这个理发店是重新装修了 装修之后就是说刚刚开业 还是以前那个店 但是整体大翻新肯定花了大价钱 然后边上那一个就是说边上那个面包店 你可以看到那个面包店 原来呢是一个coco的奶茶店 coco其实在奶茶界里面也算是一个品牌店啊 加盟费的话也是好几十万的 那个店的话关掉了 现在变成了一个蛋糕店 coco的店真的很少见看到关掉的 因为你可以说一下像上海马戏城这边的coco的店 很多店都是月销单量也是999啊 和那边那个糕点店一样的 是一个做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呃 上海这边有名的那个葱油饼啊 阿大葱油饼知道吗 就是那个葱油饼类似的 还做一些韭菜饼蛋卷之类的 还做一些煎包牛肉煎包杂包之类的 这家店原来 你看现在又在做新的店了 老的店开我们新的店马上就开业了 所以上海虽然说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钱能傻钱多吧 这就是人家装修的声音啊 这边有一家新店要开业了 给大家听一听声音 这家叫比肩炮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啊 也在我家周围的 这边一排以前是非常火爆的 门口停车停的是密密麻麻的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来走的时候 才七点多啊 应该是近时的高峰期 但是你可以看得一下 现在基本上家家都没有人啊 确实疫情之后 这边也冷清了很多 这个就是那个 这边是那个运城路啊 运城路在上海这边 还是蛮不错的 靠近那个 前面就是大宁临时公园啊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熊猫 这边两个店面都是他的啊 这边两个店面都是他的啊 这边还有一点 是他的啊 这里还有一点 是他的啊 现在也是一般般啊 就这么一两座人 饭店也是 哎 家店之前的时候装修了两次啊 我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在前年的时候 他们是刚刚就是说开店 那时候是先做了 去年去年他们先做了一个那个 就是大食堂啊 就能拿菜吃大食堂 后来又搞今年年初装修了一次 然后刚刚四月份的时候又装修了一次 最近是刚刚新开了 生意还是不行 大家好 我回来了 我是护飘胖子 啊 今年其实互联网行业啊 可能有些很多行业都是蒸蒸日上啊 在一线教育啊这些 还有互联网行业 但是我们传统的餐饮业 从业人数其实很多的啊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 是在那个 2018年的从业能源的能数啊 上海这边啊 其实真的挺难的 其实涉及到商业体的都挺难的 不光是餐饮啊 后面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苏宁小店的倒闭 然后清美的这个店面的搬迁 对吧 照道理新鲜 生鲜产业在今年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但是实际上也搬迁了啊 我也不是说讲什么不好 其实就是说 大家都懂的 对吧 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这些人的能力不行啊 就像就是互联网产业里面 人家常说的是我坐着坐着发现我这个行业没有了 被淘汰了 对吧 那他们这种的话 对吧 大的有捞网 小的有那些原来都比较火的那个位置 对吧 疫情之后忽然就没有人了 对吧 因为我们今年能感觉到自己确实也比以前穷了好多 啊 像我老婆他们那个幼儿园的话 然后连续六七个月都只发两千多块钱 在上海 两千多块钱你能干嘛 连 小孩的学费 都不够 对吧 最近又有人收一下半个月的那个就是说学费都能收个三千左右 那你两千多的不够高交学费对不对 哎 哎 这就是现实啊 对吧 各个方面都希望你们花钱 但是好像 其实大家都挺难的 这就是现状啊 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 我就感觉拍一点东西让大家看看嘛 是不是制造了很多的焦虑啊 那不要怪我 还是请多关注我 谢谢大家